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你要答应你妈妈 明天不能惹我生气哦 那你那个儿童节 被你让我生气 好 小S的小女儿是老三 坐在床上跟妈妈讨诈还诈 最后还调皮的做出猙獰的表情 超机灵反应 让小S几乎哑口无言 只能说好 母亲节前四一po出这段影片 小S还开玩笑说 看我儿童节怎么整你 笑翻网友 明星当妈妈 就会迎来母亲节 干处也总是特别多 以后妈妈老的话你背我可以吗 好不好 Shiroshan背着儿子Dolton感性发言 她也经常在网路上分享两人互动 快要六岁的Dolton 今年也特别写了母亲节卡片 感谢妈妈带她买玩具 一起读书一起玩 还说和妈妈在一起特别幸福 长大了要保护妈妈等等 并附上亲手做的黏涂耳环 跟项链当作礼物 让最近才刚从台北回到新加坡的徐若生 感动飙累 另外歌手姜美琪最近到对岸工作 第一次和家人分开三个月 这次母亲节也隔着一幕 收到儿子手绘的母亲节卡片 让她超级感动 一二来一次好幸福 还有艺人欧阳靖去年八月 生下儿子新奖之后 也是经常分享育儿日常 这回迎来晋升人母之后的第一个母亲节 却自责的说不觉得自己有扮演好母亲角色 因为经常想念产前生活的自由自在 常常怀疑自己不适合当母亲 但会努力并永远爱儿子 同时感谢妈妈谭爱珍一起照顾小孩 温情喊话引发共鸣 要向全天下的妈妈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这边新闻红一配传特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请订阅按赞订阅